大家好,我是小皮特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钟 我正在回洛杉矶的路上 现在夕阳已经是下山了 西边就是在我的卡车的后面 这个反观镜可以看到后面的夕阳 那我现在是向东边走了 那个打号镜就是后面的夕阳 我相反的方向 大家,大家,昨天晚上我就睡在这里 现在太阳出来了 当地的时间是七点多钟 七点半钟吧 这个环境是这样的 这里的环境是这样的 高原地带 在那个海拔很高的地方睡了一个晚上 我还怕氧气不够呢 继续前行 我昨天晚上已经睡了一觉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上午的十点钟 嗯,还是在德州哈 你看看这边的天气怎么样 上空的白云呢 蓝天白云呢 德州呢 有点像我们广东的气候差不多 嗯,因为他们这里是很多雨啊 食润 特别夏天的时候蚊子很多 嗯,这座城市是中等城市吧 就像我们国内的二级城市 嗯 其实这些城市的路况呢 结构呢 都 大同小异了 那我还是在继续的前行 差不多到墨西哥州了 好,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检查站 那进入了墨西哥州 这个是一个军警的检查站 那我在后面排队 嗯,什么车经过这个卡 都要进来检查的 好了,我还是在等 他们这些不是警察 是军人一个卡 就是看你有没有偷渡客啊 这类的东西 毒品的检查 好了,我要继续的前进 现在也是晚上的 七点多钟了 那 又是夕阳呢 那下山呢 很漂亮的这个景色 啊,现在八点多了 晚上啊 哇,真的很漂亮啊 啊,彩虹红色的一片啊 想象中 我们不是在地球开车 哈哈,在什么地方 在火星上 啊,火星上 开车 多美啊 嗯 嗯 你可真的可以想象 我们 我们人类在不同的星球上 生活 火星嘛 呵呵,我把它当成是火星 上面的星宗 多美好啊 啊,我们人类不是将来要 开垦 火星上 助人计划嘛 未来 未来 一定会实现的 虽然我们现在是看不到 但是 有这个星星 人类的科技不断的发展 是能够 可以到火星定居的 好了 现在 野天 也快黑下来了 嗯 真的很漂亮 天 慢慢的 随着夕阳 西夏 已经 晚上了 真的 就这么个一天了 进入夜晚 那今天呢 还是 九号 礼拜三 嗯,现在已经八点半钟了 嗯,我要把那个大灯 打开来 嗯,现在 公路上的车都开了大灯 进入晚上 好了,真的 全部黑下来了 夕阳 不见了 到了 我们大陆那边去了 去了 东方那边 黑股六秋的了 呵呵 好了,我在铁脚站 加满了油之后呢 那我呢 那我呢 就是在这个 加油停车场里 找一个位置 睡觉了 现在已经是 凌晨的 四点三十分 本来我可以 继续开车的 但是 没必要 夜晚开咯 哦,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早上咯 现在是 礼拜四的 啊,上午九点钟 他现在已经 进入了加州了 这个地方是加州 啊,现在是 我们的早上 过了一晚夜嘛 现在 天亮了 太阳出来了 早上跟晚上 早上的太阳 升起 晚上的夕阳 落下 景色 真的是 很美的 时候 嗯,现在已经 在加州 境内 嗯,还有 两百多英里 就可以到 洛杉矶去了 哎呦 这个云 很多 你看看 这里 加州的 气候变化 没有那么多云的 因为现在 已经到了年底了 天气还是有点变化 哈喽 进入了 一个 城市 慢慢的 还有五十多 英里 嗯 现在 已经 到了 洛杉矶这边了 哇 下起大雨啊 很大的雨很大 现在我沿途 一直 开到 卸货的地方 哇 想不到洛杉矶终于下雨了 嗯 嗯 加州啊 本来就是一个干燥的地方 一年四季 早上 晚上都凉 中午 嗯 暖和 嗯 人家比如是 洛杉矶这边的 天气最好了 不冷不热 下雨天呢 那就是这么一两天左右了 一个礼拜吧 大概 一般下雨呢 都是晚上下雨的 白天很少下 那这趟我回到洛杉矶呢 这个场景就是这样了 啊 这个不是雨很大吗 嗯 天上的乌云你看 乌云盖地 啊 没有意思加州阳光啊 就 加州阳光很美的 加州阳光很美的 加州阳光 但下雨呢 也是更美咯 雨蒙蒙啊 天蒙蒙 雨蒙蒙 我想起一首歌啊 但我不会唱 天蒙蒙 雨蒙蒙 前面的路 让人着迷 这是我自己 自弹自乐自唱啊 嗯 那现在我们还是在洛杉矶这边 那现在这里有没有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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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呢 就是到 像个长汤的方向 长汤 这海边呢 海滨的一个城市 进发 啊 啊 距离我家里呢 大概是20多公里 20多麦左右 嗯 又一次卸货的原因嘛 公司叫我卸货 不然的话呢 我现在已经回到了公司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好了 到卸货点这边 哎 看到我的车 好了 继续的 前行 还有十来麦左右呢 就可以 卸货了 嗯 嗯 现在有蓝天了 现在看到乌云 上面 还可以看到蓝天 很美 很美 你要是真实的场景看呢 更美 我用手机拍了 可能呢 还可以吧 嗯 好了 到了洛杉矶咯 嘿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要位小皮蛋 今天呢就是2021年的12月4号 礼拜五的 上午11点多钟了哈 那我呢 已经回到洛杉矶自己的家里了 这是后花园这边了 那天天气呢今天呢就是蓝天白云 有点阳光 但是呢 云云彩 这就阳光 没有那麽厉害 所以呢天还是挺不错的哈 穿上一些衣服 不冷不热还好 嗯昨天我回到洛杉矶的时候呢 就是下大雨了 下雨哈 今天 没有雨 估计呢也是过云雨吧哈 这里下 那里不下啊 这样的 哈 好啦 今天 在家里也挺 挺舒服 那一会呢 我呢 到 花园区那边呢 喝茶了 蒙斯 就是丁胖子光厂那边了 嘿嘿 说一件事呢就是 昨天呢 我不是回到洛杉矶呢 去卸货嘛 卸货呢 去海边长汤 那个地方附近 嗯 就由于呢就 我呢原先呢是用那个卡车导航 应该没事 后来我呢转成用手机的导航 结果呢 就是 因为有一些路啊 是不能够给卡车通过的 结果呢 我的车 一下子 就进入了 那些 结果呢 我就 到了红绿灯销 转右 向右方向走了 我 当我的车头 已经转 转右的时候 哇一看 那个前面的卡车 已经被警察呢 给逮住了 逮住 但是我 我的卡车头已经转了 已经转到右边去了 我一看这个情况 那个警察还没看见我的时候 我 我在当时 哎呀 这条路一看那个标志写着 大卡车是不能够走的 我当时想倒车 我倒车 但是我的卡车很大嘛 我看不到后面屁股 就是我的货柜屁股后面 有没有跟着车 那当时我就 我就 就想了 我要是这样 倒车 很危险 一个 因为我的车 比较大嘛 要是那小车 在后面跟着我 我一倒车 那就 不是碰撞了 碰撞了 那不就是 出 事故咯 是吧 这样 后来我全横了一下 呃 与其 被警察打 都好过 要是我倒车 碰到后面的车 那成了事故 又要赔偿 那 两边 我考虑之后 还是觉得 我不应该倒车 我还是 将错就错 然后就慢慢的 转到右边去 转到右边去 结果 大家就 而想 而知了哈 就是 那个警察 向我挥挥手 然后 用个手指着 叫我 停在他的警车 屁股后面 因为他 已经在处理一个卡车 的 违章嘛 那 我就排队处理了 我就停在他的卡车后面 后来 那个 他处理了前面的卡车 之后 最后 到我的 我的 卡车 我坐在驾驶是这辆 他 他在 左边 他就 用英文跟我 讲了一些什么话 我听不懂 但是呢 我就 我就拿起我的 那个 卡车导航 我就跟他讲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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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 就是说 我是 跟着这个 卡车导航走的 不关我的事 结果 那个警察看着我 摇了摇头 之后 然后 就问我 你的ID 那驾驶 驾驶证呢 我就给他 然后 他就再问我一句 我听不懂 我就把那个 卸货当给他 给他 给他他之后 他看了一下 不对 不是 然后 又跟我讲英文 我又听不懂 后来呢 他就 他就用手 这样 拉拉拉拉拉 我一 我一反应过来 哦 对 他是 问我 卡车的资料 就是 那些 煤台车嘛 他有卡车的资料嘛 一些 证件呢 比如是有没有买保险呢 这个车是偷回来 还是 正规的 这些资料 我就给他 给他 他说OK 然后他上了警车 我就当心 我就琢磨了 哎呀 这下完蛋了 因为我已经 违章了 违章了 嗯 那个警察很帅气 又年轻 呃 是个大帅哥 看样子很 很 慈眉善目的 就是说 人看上去 哎呀 真的是个大帅哥 啊 啊 上天保佑吧 呃 不要 惩罚我了 等了大概有 十分钟呢 他就过来 他过来之后呢 就把 驾驶证还给我 把资料还给我 嗯 嗯 但是 我也没有 在意看 他有没有 开罚当给我 反正呢 他就跟我 跟我说 指在上面 go trade go trade 我我呢 就 我一我 也听不懂 他现在说什么 那我用手 是不是叫我 掉头走啊 就说这条路 不给走了吗 是不是叫我 叫我回回 倒车回去 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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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rade go trade 我的 我的眼睛 忘了他的眼睛 他说 他 他 他就忘了 go trade go trade ok ok 啊 然后 然后我就 我就说 ok 他就上了他的警车 走了之后 我就看 我当时呢 我马上呢 看我 呃 他给我的东西 好像没有发单了 就是一张地图啊 真的地图什么的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结果我打电话给朋友 我说哎呀 我被警察逮住了 哎呀 我的朋友问我 你有没有 呃 那个发单呢 我说好像没有 就是给一张地图我 嗯 我 我用手机翻译 是警察局 哎呀 是不是 我当时我一下子呢 按照大陆人的思维就说 哎呦 现在他不给发单我 是不是 他 啊 给这张地图我 叫我去他的警察局 慢慢的处理我这件事情 啊 但是我就这样想 我是想开车到警察局了 我随 他没有地址给我 什么回事 那个地图 后来 呃 通过电话 我的朋友说呢 一般呢 他那个警察开发单是 立刻 写给你 要你签名的 呃 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呢 就证明呢 他没有处罚你 啊 那我就安心了 我就把这个地图 拍 传到我的朋友 的微信那里 他看到 哦 这个是一个地图 不是叫你去警察局 哇 谢天谢地啊 哈哈哈哈 但是我的心 我的心呢就是 浮在半空中 浮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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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啊 最后就定下来了 哎呦 哦 真的老天爷开眼了 不然的话呢 我 我这趟回来 呃 卸货 本来我是不卸货的 我回洛杉矶是不提不卸的嘛 我现在 我这里这一百块钱 就卸货一百块钱 我的 我的 被警察逮据我 不要罚你两三百块钱 我这一趟就 一个 我白干了 另外我的 驾驶证呢 又出现了污点 你看 因为我的驾驶证 商业驾驶证 是干干净净的嘛 我在美国呢就是 呃 大概这次是 第二次碰到警察 第一次是 一次卡车的事情 没事 这次也没事 这以后再注意一点了 有真的要相信 那个 卡车导航 不要 不要用手机导航了 都手机导航了进去呢 这个东西 其实我 之前我已经经常走这些 不给走卡车的路 但是没有 一直没有被逮住 这次真的被逮住之后呢 以后呢 真的不要冒这个险 真的 好了大家 今天呢就跟大家 原谋原谋说了这些 好了 谢谢大家观众 就聊这么多 一会儿我到 超市 嗯 不是 喝茶去了 耶 谢谢大家 啊 要有兴趣的话 可以 可以 订阅我的频道 反正 我有什么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对 关于一些 我在 美国这边呢 开卡车生活工作之类的东西啊 也是闲聊啊 一个普通 普通人的 一个生活的 上的东西 谢谢